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一百多个国家提供了抗疫援助 并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与此同时 疫情没有阻挡住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832个贫困线全部摘茂 绝对贫困 一去不返 与此同时 国际逆流也没有阻挡住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 亚太15国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 维护了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这些成绩都不是在鲜花铺路中一蹴而就 而是在经济遍布中苦干得来 这一年也是侨胞们负重前行的一年 全球疫情尚未露出曙光 无情的病毒打乱了侨胞生活 重创了华人经济 一些侨胞还遭遇到了傲慢和偏见 甚至蒙受了歧视和伤害 你们过得很不容易 我们不会忘记 在中国疫情初起的时候 海外侨胞的无私支持和慷慨援助 不会忘记 疫情在全球蔓延后 侨胞以各种方式与祖国守望相助 共克时间 你们的付出 我们心怀感念 你们的坚强 我们充满敬意 虽然远隔千万里 我们对你们永远有着一份奠念 我们将竭尽所能 持缘各类防疫物资 建立各种远程咨询和医疗救助平台 我们将以归桥桥卷权益保护法的颁布实施30周年为切记 推动各项汇桥暖桥政策落到实处 我们将继续支持海外侨胞发展华文教育 弘扬中华文化 我们将继续支持海外侨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共享创新发展的成果 当前 国际交流交往正处于特殊时期 在疫情应对上 体现了不同文明价值传统 对于社会治理的不同结果 造成了不同意识形态的纷争 越是面临分歧 越是需要对话 此时此刻 我们与侨胞如何促进多元文明的深度交流 如何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合和价值 不仅关系着中西方文明的互荣互建 也关系着海外侨胞的未来福祉 亲爱的侨胞朋友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 中华文化都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 历史已经证明 中华文明开放而不封闭 包容而不排他 中庸而不极端 和平而不好战 我们追求天下为公 超越各自为政 我们秉持修文厌武 反对穷兵独武 我们崇尚推己及人 不愿强加于人 我们主张和谐共生 消解 对抗隔阂 经历过无数风雨沧桑的中华文明 始终保持了历史定力 纵有一时逆风 纵有抽刀断水 文明对话的涓涓细流 依旧会奔腾不息 跨越险滩 最终会成多元共存的一江春水 历史不断证明 海外侨胞在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都为家国故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 都为中外交流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历史还将证明 海外侨胞在每一片异乡土地和海水到处 都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继续尽心尽力 展望新的一年 世界局势依然风云变幻 但我们仍将向着既定目标坚定迈进 2021年 中国政府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国务院侨办将继续秉持 为侨服务的宗旨 维护好海外侨胞和归侨卷的根本利益 当好大家的娘家人 岭东将去 春山再望 我们在家乡的这一头 给六千万海外游子积奋平安 道一心珍重 乡隔千万里 只待重逢时 提前给大家拜年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 upper